今天让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 有关于中国南篮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吧 在前文当中 我们就已经是提及过 此次夏季联赛中 广东南篮年轻球员们的表现发挥 并不能够让人感到满意 甚至因为没有在球员们身上 看到想要获胜的态度 一度使得不少球迷粉丝纷纷表示 倘若球员继续保持这一参赛状态的话 那么此次夏季联赛 恐怕是无法战斗到最后的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第二个 连续惨败的辽宁南篮 或许对于目前的广东南篮而言 只有引入各项实力都出色 且能够看到斗志的球员 才有可能挽回如今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近期 有知名媒体人进行爆料 表示广东南篮迎来了这一机会 那就是此前在球队退役的苏伟 将会来到广东南来 助力球队选拔出色的年轻球员 要知道 自从苏伟退役之后 便开展了自己的工作 创立了自己的体育品牌 通过这几年 苏伟发展的方向与成绩来看 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仅有与北京吉林等多地的合作关系 还和品牌所在地多个大学进行联系 所以说 对于训练年轻球员 以及选拔等方面的工作 苏伟还是非常拿手的 这样一来 无疑就是广东南篮 现如今最为需要的人才 就在最近 有知情人士爆料表示 苏伟将会重新回到广东 不仅要在此地与一百所院校展开合作关系 还表示 会根据广东南篮的需要 进行优秀年轻球员的输送选择 从6月8日以及7月7日 苏伟与当地大学 幼儿园展开的活动就能够发现 此次的决定已经是开始落实了 由此而言可以发现 在完成了对北方篮球培训的工作布局之后 苏伟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广东 对此就有不少球迷粉丝纷纷表示 看来苏伟已经全方位地覆盖了自己的工作领域 那么在此后广东南篮需要的时刻 势必会送上自己的一份助力 相信对于苏伟现如今的工作决定 朱芳雨以及杜峰都会表示支持 对此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